快八点了 泰瑞要去幼儿园 卢克去上学 妈妈坦尼亚莱曼要去上班 所以今天保姆米莎尔皮纳罗利来家里 嘿 大家好 以前早上起来 我必须很早就把孩子叫起来穿衣服 有时候真的很紧张 一大早就像打仗一样 而现在我可以慢慢来 以前老二很长时间都不适应去幼儿园 总是哭闹不让我走 所以那时候每天去上班之前 我都很紧张 妈妈去上班 保姆要照顾的是三岁的米拉 再见 小宝贝 在两个男孩子回来之前 保姆还要做许多事情 米莎尔每小时挣二十六瑞郎 哈喽 小狗 她的工资比法定的工资 十八到二十二瑞郎要高 尽管如此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保姆的价格还是要比 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幼儿园要低 百分之十五 现在每周两天照顾孩子的家庭 该支是一千九百瑞郎 我的工作条件挺好的 但是有些人却在非常不合理的条件下工作 比如黑工或者工资很低的小时工什么的 在调查结果的名单中可以看到 有的人每小时才挣十二瑞郎 这么低 保姆市场非常红火 网上有许多人提供保姆服务 有需要的家庭就通过这些广告找保姆 许多中介公司也看到了商机 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比如紧急情况下的保姆 过夜保姆 残疾孩子保姆等 需求在增多 尤其是近些年增长得很快 这与越来越多的母亲出外工作有关 与十年前相比 这部分人在增多 女性生产之后 重新回归工作岗位 所以他们需要灵活的时间 早上或者晚上 如果有人在家 他们就不用受幼儿园工作时间的限制 需求在增多 但是很多家长并不打算支付很多的保姆费 这是国家基金会的调查显示的结果 在保姆行业 我们调查到非常严重的情况 比如一名菲律宾保姆包吃包住 每个月一千日朗 但需要二十四小时听后使唤 很多这样的保姆来自欧盟或者第三国 工资比小时工还要低 根本没有或者有很差的社会保险 二十四小时待命 该行业的法律还不健全 缺乏监督 米莎尔知道 不是每个保姆都有她这样的运气 有这样好的工作条件 你要几块 三块 祝你胃卡好在漂亮的瑞士 她早已不只是一个保姆 而是家庭一份子了 一百乘以七十五 你先用十乘 我在这儿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但是我也得承认 是我运气比较好 再见孩子们 妈妈回来了 米莎尔下班了 明天她又要去另外一家 不愿意送孩子去幼儿园 而是找保姆的人家工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